正所謂,圓之又圓,眾妙之門 是不是很不適合? 但真的很圓 因為天秤座的運勢和白羊座息息相關 那你說,有什麼圓? 因為你們在對宮 伴隨著今次的射手座新月 就在你們的三宮 那整個農曆十一月對天秤座的朋友的運勢會如何呢? 就跟白羊息息息相關 有興趣你們現在可以滾去白羊陣間 可以去看一看白羊那裏 其實就是說,他們會牽涉了一些三角關係之間 但不是說感情 是他們要做一些中間人 可能做擔保人、見證人 總之是跟一些錢有關的 或者他們在職場上是要做一個這樣的調解員 總之離不開這些錢 然後他是做一個中間的角色 啊! 怎樣圓妙法呢? 天秤,你們就真的跟他剛剛調轉 according to tarot 然後,如果要說回聲象 其實都是會非常之容易解釋到很吻合 因為你們剛剛是對公的 那你們有些事情就反過來 原來呢,這次添評你 並不是在兩個人之中 你要做一個中間的角色 而是呢,你是在一個更加高的位置 你去做一個organizer這樣的角色 OK?你是做一個head這樣的角色 你現在擁有一個資源 擁有一個錢 然後你去掌管那個分配的角色 這個是你農曆十一月要做的東西 伴隨著這個射手座新月 是的,你明不明白我到底在說什麼 是的 但其實我覺得自己表達都幾清晰 有時都 總之呢 白羊就是兩個人有一些金錢的煩惱 是的 然後白羊就要去中間做個幫幫手 是的 但是這次添評你是一個主導來的 原來你好有錢 然後同時也有兩個人來問你借錢 問你可不可以幫手 那你究竟幫誰呢 是的 順德哥成失數二 還是兩個都不幫呢 還是兩個都幫少少呢 這樣 OK? 不過不用太擔心 不是全部都一定關錢的 在我們西洋的這個玄學方面 OK? 其實我們更加要提的那個term 是叫資源resources OK? 找開我的塔錄 我想我都有時會發過一個template 給大家看究竟什麼叫資源 OK? 但我現在在這裡很籠統地講一講 其實呢 首先當然一定是錢 OK? 第二個是時間 第三個就是你身體的精力 是的 在這三樣東西 其實在整個農曆11月 你都要做一些分配 是的 一些兩難的角色 因為很多人都需要去得到你的資源 由你身上 但不要覺得 唉呀 我不是很忙嗎? 不要這樣覺得 因為正所謂私給手禁有福 對不對? 這個農曆11月呢 是給你去做一個報師 是一個非常開心的月份 OK? 但是你說 唉呀我真的有時想求回報 OK? 那你什麼時候去做報師會有回報呢? 那我可以告訴你 在西曆 OK? 現在我又說回西曆 December了 在西曆的12月20多號 這個範圍都幾闊的 你20到24 好嗎? 是的 20到24 那如果在這段範圍裡面 做一些幫人的角色 那其實你會得到回報 起碼這個回報是開心 OK? 但是你說 會不會有一些更加是 一些更加密的回報 可能都有的 是的 那就祝大家好運啦